我有發生過好玩的事情 以前後來不是變成CD片嗎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會有很多 以前盜版很流行 我們也會有盜版 那我爸媽喜歡看那種歌手的演唱會 所以會買那種CD片來放 那我們那時候覺得藏在哪裡 其實最危險的地方 真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把真的 比如說是江蕙演唱會好了 就把真正江蕙演唱會的CD片拿走 放我們那個copy的在裡面 那有一天 江蕙都覺得被電污了 那時候就覺得藏在那邊 因為可能爸媽都已經看過那些CD片 都覺得本來就擺在那裡 就有一天可能客人來家裡 情血來潮 爸媽 我們來看一個江蕙演唱會 你知道我緊張到個不行 我說我來放 我很怕打開 撥進去我就尷尬了 但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忘記 我把江蕙的CD片拿走 放在哪裡 然後一打開 我想說完了 這個片就是不是江蕙的片 那還好 反正後來是化解了 就後來我真的沒有把那個片撥進去 我說那個CD片壞掉了 江蕙那個已經撥不了 我打開的時候 趕快用手指先刮壞我那一片 因為我想說反正可以倒白 先把它刮壞 就用手趕快錄錄 然後因為大人不懂 壞的程度是怎麼樣 他就看到有痕跡 他就知道那個有刮痕 應該是撥不出來 就想盡辦法 我就想說還好那天我在 如果那天我不在 那就很尷尬了 你那時候國中是嗎 國中 常常看嗎 我們那時候就很多片 大家也是 就像宏偉講的 大家會私下船 然後這個是什麼 然後你看完再換我 我看完再換你 後來考到哪裡 我們後來是沒有考得很好 我們後來就是 好像每個人 每個年輕人都會經過 對 男生如果沒經過這個過程 他怎麼樣去當大人 這樣 當大人 畢竟的 我看到有一些我的學員 他們說兒子如果呼盆飲辦 叫了一些同學來 男生就知道了 我真的覺得男生真的看那個愛情動作片 真的是從小成長必經之路 因為我以前在那個實踐教那個性教育 然後請那個學生寫說 他的性的成長歷程 幾乎男生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 全部寫的都是看愛情動作片 你懂什麼 小孩子懂什麼 你講菜牌 我真的沒有他們懂 他們真的懂比較多 OK 好 講到這種愛情動作片 國外也有網友 因為多年的珍藏 而被父母丟掉 結果他成功求償 宏偉那個是短時間被發現 這個人他是真的明目張膽地做收償 你可以成功求償 我那是偷偷的東西 沒辦法舉證價值 這個是在美國有一個四十三歲的男生 他叫沃金 他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離婚了 那他離婚之後 他就回到他的這個原生父母家裡面去住 住了大概十個月之後 他可能又找到新的住宿 他就要搬走 搬走的時候他就其實有特別跟他的爸媽做交代說 我的家裡的所有東西都記得幫我寄回到我這個新的這個住所 包含了這一群我收藏了十幾年的色情的一些內容 一些錄影帶CD片等等的這樣 那他搬離開他的這個父母的家之後 去他的新住處之後 他就發現他的父母親並沒有把他原先留下來的那些所謂色情的一些電影光碟錄影帶寄到他的新的地方 於是他就跟他的父母親說 你應該要把這些東西寄回來給我 而且因為總共有十二大箱 那父母都沒有寄 那這個時候他爸爸就說了 他爸爸就說 其實我都已經把這些東西都丟掉了 然後我是在幫你擺脫這些東西 因為他會覺得可能爸爸的立場會覺得 怎麼你會去收藏這些東西 而且還收藏這麼的久 所以他爸爸就自己做主把他這些東西都丟掉 那他的媽媽就表示說 他本來住我這裡這個房間 那他現在搬出去 雖然他是我兒子 可是我是以房東的角度 去幫他清除這個房間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把他丟了沒錯這樣 這個時候握進就很生氣 因為這個是他收藏十幾年來的東西 怎麼可以說丟就丟 於是他就告了他的爸爸媽媽提起的訴訟 那這個訴訟這個案件 在二零二零年的十二月的時候 其實就有宣判了 當時法官就認為說 即使你是房東 你也不可以任意的把這個房客的東西 直接丟掉 然後這個 而且其實這個握金 他也沒有跟他的父母要去協調說 要不然我們做和解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的解決的方式 也都沒有 所以後來法院就判握金 他是慎訴的 這個爸爸媽媽 他必須要賠償他三萬四百多塊的美金 和台幣的價值大概是八十五萬元 而且還要負擔一個律師的費用 這個律師的費用還要一萬多美元 所以大概加起來大概就是一百二十五萬左右 這個法官其實他也藏了很多 江心比起 江心比起 對不對 不過請教一下這個吳老師 你怎麼看 他做伯母有時候真的會擔心 人家講玩物擔心 對 沉迷 對 會擔心 對 沒錯 我看到 我自己在很年輕的時候看到兒子 他們如果在看這些 我都會說身體夠好睡 門就關起來就離開了 對 你裡面身體都沒有 就是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但是身體要照顧好 對 這樣就不 所以如果他現在還是有這些 那個錄影袋什麼什麼的 我也不會去把它丟掉 因為所有權是他 我不能不允許就隨便丟 不可以 他十二箱 十二大箱是 色情電影光碟 錄影帶 常人雜誌 珍藏 十二大箱 對他來講可能不一定一定要 但是那個動作被丟掉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不懂我 你們剝奪了我這個回憶 我的感覺 這個部分比較重 我覺得你做父母應該有責任 要先看過哪一些是 要丟的哪一些是 要丟的 把他分齊 可見你有看過對不對 這個劇情可以留下來 就把它留下來 翠芬怎麼看 我是會感覺他爸爸說的話 蠻有意義的 他爸爸說我是在幫你 脫離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相信 那因為臥金收藏的是十二大箱 不知道他那個箱是有多大 十二大箱光是 就是一般我們的那個小包裹箱 其實十二箱也蠻多的 那我想他有可能有 我們所謂的A片成癮症 所以他爸爸才會用 我在幫你擺脫這些東西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來想要幫助他戒癮 要戒斷他的那個成癮的狀況 那可是即使他有成癮症 那當他這個十二大箱 如果他是成癮症的當事人的話 那這十二大箱的東西對他來說 就更加的他需要他 因為他需要靠他來 就是那個引來了的時候需要用的 所以他在心理上跟實際上的親密感 可能會比一般還要更嚴重 就像譬如說 你說他有什麼成癮症 A片的性愛成癮症 A片 我真的有遇過有人有A片的成癮症 他隨時隨地無時無刻都會想看這些影片 然後上班也偷看 然後即使小孩在他也偷看 或者是說他可以不要跟他的伴侶發生性的關係 他也要看這些片子 然後來紓解他的慾望 所以我在想有可能他的這些十二大箱 情色的電影這些有可能影響到他的婚姻了 我朋友說他車牌被掉了 被掉了呢 因為他超速 太嚴重 結果他要上課 他說在上課的時候 他發現左邊也在看 右邊也在看 都在看那個 因為太無聊了 接你一手你知道嗎 請考考試的時候 所以如果他是A片成癮症 我覺得有可能會引發他高度的憤怒跟焦慮 因為他就會覺得他失去這些衛戒的 或是戒癮的東西 那他真的沒辦法認受 不過我講實在話 因為他是二零二零年的判決 我覺得他應該沒有那種上癮症 色情影片的上癮症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手機什麼都有 哪需要這個錄影帶 還要再放進去 還要再按按鈕 對不對 好對不對 那個洪偉 你看嘛這就內行 我們比較復服 我們比較懷舊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